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竟发现它与江苏省的经济四强的GDP十分相似。 首先是德里和南京,印度首都德里如今人口已涨到2500万,位居世界第二,人均收入一般为6-8000卢比,因为人民币800-1000。 虽然德里人均收入比南京的低,但城市GDP却不少于南京,德里的GDP为12490亿,南京的GDP为11715亿,两者虽有些差距,但数值是十分相近的。 其次是孟买和苏州,孟买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,旅游的发展必然会带动GDP的上涨,而苏州作为江苏长江经济带的组成部分,其实力亦是不可小觑。 GDP随着各种优势更是节节上升,如今苏州的GDP已涨到了17319亿,而孟买的GDP则较低一些,目前是14274亿,两者的GDP几乎不分上下。 接着是加尔各达和无锡,2000年的经济复苏让加尔各达的GDP不断上涨,一直到今天,足以跟经济发展迅速,工业创新率高的无锡的GDP媲美。 收集这两个城市的GDP,真不得不让人拍大腿说真巧。加尔各达的GDP是10490亿,而无锡的GDP是10511亿,数据相差无几。 最后是班加卢尔和南通,班加卢尔是印度科技研究的枢纽,其GDP也不容小觑。 如今GDP已达到6267亿,而被誉为北上海的南通的GDP则是7734亿,两个城市之间的GDP也相差不大。 印度的四大一线和江苏省的经济四强GDP十分相近,令人不得不到一声巧,这真是个有趣的巧合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的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